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免怀与回望 感恩还是欣喜地看着我们在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个奇迹 可在感恩与免怀之上 我们更应该找到进步 找到发展与进步的安全感 于是 我们将目光移向全球 在欧洲 在荷兰 阿姆斯特丹社会与汶川一样经历了灾难考验的城市 他们将三个星 否定 否定 在否定的符号作为指挥 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纪念方式 以此献给这个特别的日子 以每一个古老的城市 都有着自己独特叙述故事的方式 大多数的欧洲老城 则习惯用灰迹来代表该城 用标志阅读城市 为其家住 在阿姆斯特丹随处可见复着排列的三个白色叉叉 作为社会上的特 书标志 根据阿姆斯特丹政府的官方解释 当来源于一个生活在一世纪的渔民 后来因为对天主教的贡献 被人们尊称为圣安德鲁 却最终被钉死在X形十字架上 以渔民为主角的传说 契合了这座城市的主要产业 成为社会的理由似乎理所应当 但在民间 关于这三个叉叉 却有着更沉重且深刻的注解 阿姆斯特丹是个逆经水 火与瘟疫好验的城市 这三个叉叉分别代表水 火与瘟疫黑死病 事实 阿姆斯特丹已经毁灭 又结后重生 三个叉叉 从否定灾难 理解灾难到改变 成为了见证这个城市的精神 二在水上打个大叉叉 对于荷兰人来说 水是最好的朋友 也是最大的敌人 荷兰三分之一的土地海拔不到一米 四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面 它还是欧洲几大河流的下游 其中包括莱茵河 马斯河等 年均降雨量为782毫米 荷兰境内主要河流 分不图来源 HTTP Climate Data 荷兰人与水斗争的历史可以追溯上千年 早在公元前约325年 古希腊探险家皮亚西斯游览地地国家 荷兰和比利时时就写道 在这里 斗水而亡的人员数远高于那些与人作战牺牲的人数 荷兰人民历史上吃尽了红涝的苦头 这个国家至少经历了40次比较大的水灾 一度差点遭受灭顶之灾 到1953年2月1日 飓风导致莱茵河 马斯河 斯凯尔特和三角洲海潮的灌 淹没了荷兰5.7%的国土 造成1835人死亡 4.7万状房屋被摧毁 风暴潮导致67道防洪地被摧毁 400个地方发生绝口 肆虐的海水向内陆推进了数公里 为就此屈服的荷兰人 自1958年起发起了德尔塔计划 因而有了20世纪 堪称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荷兰三角洲工程Delta-Walken-1958年 并与荷兰更早期的另一水利工程 荷兰南海工程Suit-Gersby-Walken-1913年 其列美国土木工程协会的 现代世界的七大奇迹 这个震惊世界的工程 包括了在Maisland Hering-Vleet-Bruyck 以及Ustenshild等四大出海口 建立第一防线的大坝 以及在河流较上游处新建第二 第三防线的大坝 其中Maisland-Bruyck-Lan海大坝的两座铁门大小 分别与一座埃菲尔铁塔相似 但是可以自由移动 是世界上可移动的最大结构体之一 翻给火焰打插火呆 一直是传统木造城镇的梦魇 不论是东西方世界 总是威胁着居民的身家财产 阿姆斯特丹也不例外 木造建筑起火时 动辄已举成灾 千连无数 阿姆斯特丹在发生机场严重大火后 木造防射几乎烧光殆尽 16世纪后 甚至是政府规定部分区域不准使用木材盖屋 这些转变 反而形成该地特殊的建筑风格 市区建筑材料以石材砖材为主 当石材砖块器盖的屋设完成后 阿姆斯特丹人嫌砖屋不漂亮 习惯在用石材搭建一个山形墙 贴在房屋的正面 当做门面 五花八门的山形墙 山形墙 贴布是阿姆斯特丹 最可爱的世荣之一 阶梯形 华丽巴洛克 还有壮如中形的门面 做做像是坦果屋 四被黑死病打叉 被阿姆斯特丹人打上叉叉的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可怕的黑死病 黑死病让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几乎灭成 世纪灾难在城里造成不小的打击 因为排水不良的滴滴 让带军的老鼠散播病菌更加肆意 黑死病的蔓延 使阿姆斯特丹进入最暗淡的黑暗期 这个叉叉让他们漠视难忘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战胜水火病害的阿姆斯特丹 滴水而居的船屋公寓沿岸停靠 阳光下的阿姆斯特丹升气蓬勃 充满朝气 答案揭晓时间上周五 我们推送了一条 致敬那个虚胡子的年代 和大家玩了一个看脸识人的游戏 说好了会的今天的推送中 公布扩奖名单 不过好像脸盲患者比较多 这些大胡子大嘎们 去掉胡子后的样子 不仅拦倒了编辑部的同事们 连一项超级专业的你们也败到一片 惊动 答案还是按时揭晓 大胡子们由上至下一次是 奥地利剧作家 小说家什尼茨勒德国作曲家 柏拉姆斯马克斯德国作曲家 柴克夫斯基弗洛伊德大使返回 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作词